都說過年期間要說好話 在我們的聊天室也是一樣 過年這幾天 暫時先不要當酸民 好好地放個假 再來疫情的部分 來看到是高雄 12天就爆出了104例 所以高雄現在是多點都在爆 尤其現在在過年期間 還是很多人會到高雄去玩 尤其現在登節要開始了 所以高雄市政府 現在要把他們的防疫 給升級 所謂的升級 就是拉得比較緊一點 像是隱城部分 跟台北市一樣 也就是說你在隱城內 內部看電影的同時 你是不可以吃喝東西的 另外在交通運輸部分 會定期的來清銷 同時你要掃石連制 還要定期的量體溫 還要重點是要戴口罩 吃東西外出也都是一樣 石連制會抓得很嚴格 然後景點的部分 會有人流管制 會有綠燈 黃燈 紅燈 來作為顯示 黃燈的時候 你要特別注意了 紅燈代表人才太多 你的安全距離 已經無法保持了 所以這個時候 這些景點就不要去 好 那很多的點爆發的過程當中 這一個目前感染源不明的 就是國中兒子跟他的爸爸 這一條感染列 到現在還是很多專家們 正在討論的 你看爸爸 他是在2月1號確診 兒子是在1月31號確診 重點是在於爸爸這個部分 你看他從1月23號開始 解隔離之後 兩天後1月25號回家 但重點是他原本應該是1月26號到1月29號 這7天是要自主管理的 自主管理要怎麼樣 你還是可以出去 但是人多的地方 你是不可以去靠近的 但是爸爸違反了你知道嗎 而且重點是爸爸 他是沒有打疫苗的 一劑都沒有打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然後你還違規 因為他在這7天當中 帶著兒子去哪裡 來去吃東西 還去諮詢廣場 還去兩個不同的諮詢廣場去 這個不得了 你自主管理期間 可能就還有一些傳染力在 重點是你也沒有打疫苗 然後你自己的身體狀況也不知道 然後還趴趴走 所以有可能就是因為這樣子 導致這些地方 目前也都是危險地帶 所以現在要罰了 高雄市衛生局說 這位爸爸嚴重的違規 現在確定要開罰1.5萬元 傍晚時間連鎖美妝店 鐵門拉下一位又一位的消防人員 到店裡店外全面大清消 店員也在胸口筆上大叉叉 向顧客表示今天不營業 好可怕 消毒人員在幹嘛 過年期間突然清消民眾 覺得超可怕 難不成是因為這件事嗎 高雄漢山巨蛋百貨公司 接到清消 連外頭廣場的大型椰彈樹 和卡通木屋都不放過 新北市感染鏈殺進高雄 救度國中的兒子傳染給爸爸 深入了解 他從大陸入境 1月23號隔離期滿二采陰性 30號發病 2月1號確診 但感染源不明 病毒不知道哪來的社區 已經暴露危險中 確診的爸爸沒有打疫苗 而且解除隔離時 1月25號應該返家自我健康管理7天 但隔天就搭自強號 從台北到新左營站 再去3C資訊廣場 27號到大圓白享食天堂吃大餐 28號搭捷運 還去咕嚕咕嚕家 無假店用餐 當然也少不了逛 漢神巨蛋百貨公司 到處趴趴走 根據現行規定 自主管理期間要避免進出 無法保持社交距離 聚餐聚會等公共場所 違者可罰3000到15000元 衛生局將等確診者康復後 自我陳述意見 該罰就罰絕不妥協 記得今天中王舒宏高雄的 不曉得現在高雄市政府 是不是把重心放在防疫上面去 所以導致一些社會上的事件 可能沒有心再多顧了 為什麼這樣講呢 因為就有酒客在高雄消費 因為不滿服務不到位 就這樣子撈攘 來的人每個人手上 都是一根球棒 開始瘋狂砸店 警方最後是花了四個小時 才把所有人給帶不到 而在彰化則是有移工 深夜放煙火警方來取締 但是因為雙方的語言不通 因此爆發推擠 當年初二凌晨兩輛轎車 一個甩尾好幾名少年衝下車 手拿球棒模樣凶狠 朝酒店爬車人員 就是一陣狂打狂砸 附近民眾看到立刻把車開走 就怕撞到紅台背 原來這都是因為消費糾紛 砸車嫌犯一號去消費 覺得酒店服務不好 咽不下這口氣 隔天落廊來砸定泄憤 警方四小時內逮捕嫌犯 同樣面子掛不住的還有彰化入港 宿舍外大批義工過年放煙火慶祝 但吵到附近住戶睡不著覺 警方接獲檢舉到場取締 但因為雙方語言不通 一共和警方爆發推計 警方與移工在言語上有所隔閡 在資理上有所接觸 語言不通造成誤會 警方將通知動手的移工道案說明 並且找來翻譯溝通台灣法令 下次不要再犯 知道高雄彰化綜合報導 剛剛在疫情上面 高雄市不是宣布了嗎 他們也要跟進台北市一樣 在飲城內 飲廳內 是禁止飲食的 那這一招是台北市先發起的 所以現在就有網友講了 高雄市現在跟進 是不是等於是陳其邁 在抄作業當政績 這是由網民在酸 那麼至於新北市政府 因為在台北市隔壁 他會不會也跟進呢 因為現在高雄市跟進了 現在市長侯友宜他說 新北的疫情在穩定之上 所以目前為止沒有叫跟進 過年期間走春看電影 就怕疫情在年後大爆發 柯文哲開第一槍 2月1號開始影廳內禁止飲食 而疫情相對嚴重的高雄 12天累計確診數破百 陳其邁也宣布跟進 等他留時間看 剛好沒有吃早餐 看早上電影不能邊吃東西 只能餓肚子 或是在等待區吃完再進去 北高防疫加嚴 那新北要不要也加一 新北市現在在整個疫情的穩定性上 到每一個場所要按照所有的相關規定 來做好防疫 新北市在這一波 春節期間並不會提升等級 新北市並不想跟進 侯友一霸氣表示不跟進 事實上高雄還有感染源不明的 國中生個案 連同他的父親也確診 網友說這時應該是要普篩找出黑數 不過有人認為其他縣市 新北桃園甚至台中也該準備跟進 有網友更怒嗆陳其邁把操作業當政績 這樣的防疫規定在南部就不算擾民 不只本土疫情還在收 境外移入風險也很高 柯文哲槓上中央直言邊境管制大有問題 每天看那個入境四十幾個感染 你知道確診 然後連續這樣一兩個禮拜 實在是三條線 打過兩劑疫苗 兩天之內PCR陰性 什麼會確診 確診率到7% 我怎麼想說這個違反我們醫學上 所以一定是邊境防疫 一定什麼地方有問題 我已經問過很多遍 也沒有人敢回答 邊境守不住 地方政府只好從民生經濟下手 希望能加減阻擋疫情破口 記者身間安林佩傑 SNG小組台北高雄採訪報導